來到今天的嘿!MISS DJ 節目的訪問現場 我就是MISS DJ Elsa 今天我已經是第三次碰到他們 已經感覺像是老朋友了 不過因為謙哥他今天沒有穿運動外套 我不是那麼的習慣 謙哥 撥下來 每次都要繳到謙哥的那個 拉鍊都要拉到最上面 對 好 我今天呢 Elsa要訪問的是告武人 耶 大家好 我們是告武人 我是錢津 我是雲安 我是哲謙 這次他們所推出的是新專輯 然後專輯的名稱還是就是很告武人的風格 就很白話 白話在家點 在家點就是你平常不是這樣講話 對 的方式對不對 對 叫運氣來的若有似無 而且你有點打破了我講話的習慣 因為其實我以前講到這樣子的一個情境的時候 我講的是似有若無 對 然後對 所以只是說說 若有似無 我今天還是 我好像有這樣講過 可是我好像也不是那麼多休息 對 這樣子的狀況 我懂的意思 而且其實我們在現場演出 要記上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這對我們來講是一個難題 你不太好唸 接下來這首歌 運氣來的若有似無 肉有似無 肉有似無 就是其實一定會咬到 所以我們都很糾正自己 一定要念對 OK 好 就是看起來就是有點熟悉 可是又好像會咬到這些事情呢 其實有點 剛才在我們的播音間有發生 就是我們在把椅子往後拖的時候 椅子拖得有點順 可是又好像有點卡卡的 我們就低頭下去看到椅子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就椅子卡到了一雙襪子 一隻 一隻襪子 白色的 對 然後大家開始就愣住想說 誰的襪子 誰的襪子 然後我剛剛還想說 這襪子好像眼熟 這襪子好眼熟 對然後原來看得有點熟 但是又不是那麼的熟對不對 對 就是發現這是我的襪子耶 然後他通常不會在這個情境出現 對 就是怎麼會 你怎麼會在這邊 對 你怎麼會在這邊 誰讓你來人這樣感覺 我今天穿襪子耶 對 我昨天洗澡的時候 我把衣服丟到襲來 發現為什麼我的襪子甩了 可是你知道最近很冷嗎 對 然後我身上就披個浴巾 然後又穿內衣這樣 然後想說我要趕快去浴室了 不行了 然後我就沒有管這隻襪子 然後我睡起來發現 我也沒有想到這隻襪子 結果這隻襪子 剛剛就在剛剛 它突然出現在我椅子下面 而且我還不知道 它是從我身上哪一個地方 掉出來 彷彿它昨天晚上就黏著我的小腿 然後一路上就跟我說 嗨 我在這兒 你想到我了喔 那種感覺 對對對 而且我剛剛看到原來的那個小動作 超可愛 就是襪子捲起來對不對 然後也一邊講說襪子不能丟 襪子不能丟 它把它捲得好好的把它捲藏起來 結果把它捲起來 因為我襪子 那你是放在小腿還是放在小腿 我不知道啊 我完全不知道它在哪邊啊 不曉得卡在哪邊對不對 對啊 這就是襪子的神奇 就是你常常去洗襪子的時候 襪子真的好像真的只會剩一隻 它被洗衣機吃掉 很奇怪耶 好奇怪喔 其實襪子上面它其實是 它有一個靈魂 因為襪子小精靈 它看完洗衣機的時候 想去裡面開Party 之後 又要開始亂講話了 然後喝醉的時候 就不想回來 因為已經暈了 我覺得哪一天 我覺得哪一天這個小故事 可能會變成一首歌 我覺得這非常的符合 購物人 我要跟你分享 最近我看到一個社團 叫做鴨鴨帝國 然後呢 裡面最近的那個 它裡面都是鴨子 它裡面就是鴨子 很可愛的鴨子 很可愛的鴨子 鴨鴨帝國 對 你可以嘗嘗看 然後都是鴨子 不是那種加母鴨 不是 然後 然後最近我們又去那個夜市 我們去錄一個節目 然後我們有看到那個寵物 就是那種布娃娃 然後它上面 我們一開始第一次認到的時候 是鴨子 然後結果歌迷跟我們說是鴨 然後我們就不信 然後就上網查 真的是鴨子 不是鴨 是鴨 對 是鴨 然後結果我們文章已經發出去了 然後說 然後那個文章 我記得我們寫說 沒什麼事 只是想告訴你 我們是鴨鴨護衛隊 因為我們就那個 拿著那個鴨子 對 然後那個 重點是那張照片還破萬讚 然後超瘋 超瘋 超瘋 然後 然後 所以我想寫一首歌 對 叫鴨鴨護衛隊 鴨鴨護衛隊 你認真嗎 我不知道會不會寫出來 有可能啊 那你也有鴨鴨護衛隊嗎 因為你延續了 剛才那樣子的一個話題過來 我也以為你是要延續 鴨子的話題 我就跳到了鴨鴨 我覺得鴨子 鴨子可以寫成一種 失蹤的感覺 另外一個感覺 我另外一個去寫 我覺得哪一天 一定會 一定會在你的 就是我們的訪問裡面 碰到這首歌曲的 一個原始靈感 我是覺得啊 對 有些事情就是隨緣 隨緣在說 好棒 歌曲來得若有事無 對 搞不好到時是謙歌唱啊 對啊 也有可能 我是後面打鼓嘛 對對對 我彈貝斯 其實我們剛剛講了 兩個故事完了以後 剛好醜人多作怪這首歌 就聽完了 好符合這樣的情境 好 那我們就聽完了 醜人多作怪之後 馬上就要聽到下一首歌曲 這首歌曲 在HellaFam完全熱播 根本就是HellaFam的歌曲啊 對 就叫做 在這座城市遺失了 我們的主角 對對對 就是 這首歌 對 怎麼樣 要哭了是不是 為什麼你的聲音突然壓低 成了DJ的聲音 就是 我很想跟大家講說 失戀不要怕 不要怕失戀 不要怕失去 我們要先去懂得失去 我們先看到失去之後 看到失去的全貌之後 不要去擔心什麼傷心難過 甚至睡一覺 吃東西 然後像錢哥什麼 練習呼吸 對 練習呼吸 對 全集中呼吸 對 全集中呼吸 在自己的呼吸上 千哥有千支呼吸 我有雲支呼吸 他有他的親支呼吸 就是睡覺啊 對 就是你知道我跟你說 我這個方式真的很實用 因為千哥那個就是 他在集中呼吸的時候 他可能還是會繼續想一些很可怕的事情 對 可是呢我這個呢 真的超級實用 我真的很推薦給大家 大家如果失戀的話 第一件事情就趕快去睡掉 然後把自己睡飽之後 睡到就是你真的不能再睡的時候 你就覺得 啊算了 現在就是真的很閒 也不知道幹嘛 真的很難過 那不如我們來解決這個難過好了 就是要怎樣去轉移自己的注意力 吃東西 就是你知道 這樣自己清醒 然後不能再清醒 你就會去解決 就是你現在所有的問題 滷肉飯先來吃碗 就是你會逼自己去解決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實用 沒錯 所以千哥你的解決的方式就是 就是他不論是好或不好的事情 當你的注意力過去的時候 其實你有時候會忘記呼吸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你其實是靠你的本能在 在做這件事 你就說像這樣 然後就忘記 然後可能還一直 腦袋一直在那個畫面 或是在那個想法上 可是如果你不要被那個情緒影響的話 其實你應該要先 注意自己的稀土 如果先專注在自己的稀土 在一注意力過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實你一開始分不過去 對 對 如果講的比較學術一點 就是你如果認真呼吸 你的含氧量會增加 你的思考會比較清晰 是 然後你就會認真的去想這件事情 但你不要被牽走 可是其實就是在這兩個之間 一直被 因為擁有跟失去 其實是一線之歌 對 你過去就失去 你這邊就擁有 它就是個左右 我們現在常常在這首歌 就在叫做陳氏一瞬 其實我 在寫的時候 但是我五六年前寫的歌 但當時那段關係裡面 我們 我經歷過失去 所以我到現在消化完之後 我知道我擁有什麼以後 我覺得我們才可以看看而談 這件事情 因為有時候這首歌 可能我們在talking的時候很好笑 或者是 就是 跟歌曲有很大的一個反差 對 很多人都 跟我們這樣說過 可是有時候 我們會 應該是說 我們 不否認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也不會肯定這件事情 原因是因為 一定是我們有經過這些傷痛 所以我們才知道 我們想要化解這些傷痛 我們就是 然後可是這也不是一件說 你是一個正面積極 樂觀的人 沒有我們只是想站在那個中間 那個中間就是在樂觀跟悲觀中間的那種 平靜的情緒 我們需要把這種平靜的情緒跟大家說 其實擁有這件事情 它是一個需要具有責任感的事 它其實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它並不是一件只有單純快樂的一件事 對 當你失去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你有感受到失去的感覺 其實另外一種說法是你擁有失去的感覺 對 所以你擁有這件事情 對 那只是說因為她的情緒比較負向 所以你會被牽制 是 那當她很開心就很開心 是 可是其實你都擁有她 是 在失去的時候你也會感覺到 責任感突然頓時 對 那件事情可能從此以後就開始跟你沒有關係 是 對 何嘗 何嘗 有時候你自己往那邊想 有可能 對 可能對一兩年後來來講的 或許當時 正是一種解脫也不一定 嗯 我覺得從剛才的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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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就是 180度大轉變的時候 來聊到這個 的歌曲 《在這座城市裡適合你的》的時候 我剛好要上了一個是 腦科學語言的那個 對 的一堂課 對不起啦 就是NLP的一堂課 真正的感覺 有兩位大師 就是圓恩大師 跟這個清二大師 來告訴我們怎麼樣 透過你這個想法啦 呼吸啊 的控制啊 對 來告訴大家 平靜是什麼呢 是是是 平靜就是一個人 可以去下午茶店 點一杯咖啡 跟一個你喜歡吃的肉桂捲 喔 然後 靜靜的享受那個午後 對對對 但對我來講 因為我不喜歡肉桂捲 可以 可以換成生巧克力蛋糕 沒問題 可以 自由帶入 好 然後我們馬上要聽到這首歌曲 這首歌的MV呢 就是開頭跟結尾呢 都有我們的 DJ 對 耐聞DJ 來開始 這首MV 這首歌的故事 所以我在這邊其實要許願啦 就是我不曉得 三位願不願意跟那個 金馬獎的年紀最大的 最佳新人合作 就是我啦 不是 下次可以喔 我剛剛在想說 那是誰 不是不是我想那是誰 我知道那是你 但是我要想的是 我要很積極的馬上拍馬屁的說 好 是一個不用的主流 對 可是還是說 不然這樣好 我們就請說HeadFan DJ 我要先說 全部都演過一遍有沒有 Brian 告人救不了你啊 然後那些 然後那個 我覺得HeadFan DJ呢 我覺得我們要告人 一定要更努力 我們要做出更多的那個專輯跟歌 對 讓大家都可以來猜一個 全部來客串 特別感謝全部的名字 HeadFan DJ全部都有 我們看著我們金錢的阿張 阿張我們要請HeadFan一人 我們全部來客串 阿張說沒問題 歷史心機異議 我是失去了你 輸給我高中的自己 我是你過分的愛情 HeadFan 新鮮發行 收下這個冬日最青春的告白 青涩年少的怦然心動 讓 Why don't we 唱給你聽 So I think that we just need to slow down So T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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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世代唱作男团 Why Don't We 将所有激动装进歌声里 陷入这场甜蜜梦境 让它成为你的唯一 新鲜好音乐都在 NFM进广告咯 Open金牛祸岁 Open小将来拜年 新的一年 祝大家牛运当头 转进金牛 2021由7-11一起 牛转乾坤 财运大丰收 我是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军 自12月1日启动秋冬防疫专案 请您共同配合以下事项 一 前往医疗照护 公共运输 生活消费 教育学习 观展观赛 休闲娱乐 宗教祭祀 洽工机关机构 等八大类高风险场域时 请您务必佩戴口罩 二 在户外人潮聚集的场所或集会 请遵守业者或主办单位的人数管制 如果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请您自主戴上口罩 有政府请安心 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辛苦工作 终于要放假咯 我是国力低价官 放假前记得天天喝白蓝氏基金 顾好体力和免疫力 廉价就能活力满满 全东路热卖中 继续和高舞人来聊 他们的最新专辑叫做 运气来的若有事无 我们今天就不听这一首歌曲了 因为我觉得想说 带你们一起回到那个蚊子很多的场景 实在是有点残忍 其实我是 我光听我就很痒 我觉得这首歌曲 前面都好好听 最后就蚊子好多 然后就开始 所以那天是 到底在哪里 我们又要回到那个场景 在哪里拍摄的 我们在那个民宿旁边的那个湖 OK 对我们在湖 就户外 夏天的湖畔 对 在录音的时候也没有想到那么多 还是说其实你的准备的设施 都已经准备好 可是蚊子还是很多 会冲破那些蚊香的屏障 什么的 那天其实蛮突然 因为那天天气很好 然后那天 那天民宿又只剩下我们一组人 所以我们就好像那个制作人就说 那我们现在就来录这首歌 然后我们会同步录音 然后把这些全部录下来 然后也要摄音什么 就都可以用这样子 对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录了这首歌 然后也是用盘带录 然后也是one tag 然后大概录了五四五个tag 因为蚊子实在太多了 没有办法录太多次 对 没有办法录太多次 原因是因为大家都不想被文字 真的啊 有有有 有听到那一个急迫的戏 我觉得铅哥好像有很多事情要说 对 我还在想 我觉得那天的回忆 我还在想 那天的回忆到底如何呢 那个阿山公讲 然后我脑袋是直接按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吗 你没有回到当天的那个呼吸嘛 我那天就是一直在找乐器 而且那天很突然 就是已經11點多了 然後以為想說差不多了 是晚上11點多 對 自主人就說 我們要去外面錄 對 要錄什麼 錄什麼 自主歌不是要那樣錄啊 沒有 我們在那邊錄吧 然後已經看到 錄音室在把麥克風往外拿 然後說 他們已經拿了 然後我就開始找我的樂器 對 然後我就找了一個那邊 用餐的餐桌台 可以唸的 對 直接找那個東西 因為他們那個 錄音室 然後從那個二樓 把那個線開窗戶 然後丟下來 對 線子從二樓到一樓 然後這樣接 OK 很有趣的一個狀態 是齁 難怪因為其實那首歌 整個聽起來就是 很鬆啊 真的嗎 對 而且第一個take還是 俊豪製作人還說 不行 不夠快樂 這聽起來太遺憾了 不行 然後 因為 因為已經12點了 對 大家都在一個精神 即將緊繃的狀態 是 對 然後還說 再快樂一點 快點快樂 再快樂 要下班了 快點給我們快樂的感覺 對 對 OK 好的 我們現在要聽到的這首歌曲 叫做 唯一 其實我覺得歌名取成唯一 還滿 還滿冒險的耶 因為其實華語歌壇有 很多 的歌都叫唯一 自己的故事 然後寫出來的歌 可是這一次這首歌其實是我們自己創造了一個人設 因為我們那陣子很喜歡看那個八點檔 我在看那個什麼 天字 就八點檔 八點檔 對 才能講出來 八點檔 講出來也沒什麼關係 因為八點檔有很多不同的類型 對 某種的 那種灑溝血的 一定要灑溝血 然後她就跟我說 你應該 要不要嘗試一下這種感覺 就是命提示 想像的 那我們來設定一個 有一個女兒 她長大後才發現 她爸爸不是她唯一的爸爸 對 很八點檔 對 是不是 差不多你知道 你差不多要看哪一齣啦 對 差不多 然後你不知道自己是小三還是正公 的小孩 然後我們就打住就在這邊 然後把他寫出來 對 然後你只知道你爸爸常常出差 都沒有回家 這樣 常常出差 所以有這樣子的命提 然後寫出了這這樣的歌曲 所以這麼簡單的編曲的方式 好像也是很自然而然的 這麼簡單的編曲方式 其實我們那時候設想的東西 是一種很情緒很重的事情 對 然後製作人說 那就一個鋼琴就錄到第一 對 然後因為又是用盤帶錄 所以那個聲音很溫暖很真實 對 所以你剛剛已經講到好幾次的盤帶 所以這一張專輯當中的歌曲 都是用盤帶錄 都是用盤帶錄 除了新世界之外 對對對 因為新世界 對 那個可能聽覺的看起來 其實的確是比較銳利一點點的 對 所以要用盤帶錄音的這件事情 當時就是如何發想的 什麼機緣 我覺得我們整張專輯 大家都在賭博的概念 就是你知道那個運氣來 若有事物 就是他既然講的是若有事物 那那個直硬幣的瞬間 就不會有正反面 對 就是一定有正反面 對 然後我們就是硬幣 那個硬幣啊 掉在那個 少年族圈不是有一段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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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歷蛋是歷壁的感覺 對 然後這整張專輯的製作 的過程 我們三個都呈現一種 喔 好的狀態 真的是這樣的 原因是因為 一開始我們就是想說 我們來做那種同步錄音 然後做那種Session 同步錄音 然後我們做一張這樣子的專輯 然後那個時候又看那個電影 就是那個波西米亞狂想曲 就看到Queen他們 就是拉到那個農場裡面 那是牧場嘛 裡面錄音 然後就欸 超酷的 然後他就 雲安就跑去跟瑪莎 就是講這件事情 我們跟瑪莎哥說 我們 我們要做 你覺得同步錄音怎麼樣 怎麼樣 瑪莎哥秒答應 對 好 好 然後我們就 趕快去跟君豪敲檔棋 對 然後我們就 大概君豪 好 然後我們又 他要說好 就是我們在做這件事情 我們好像沒有碰到 阻攔的人 OK 就說確定這件事情 他們只問我們說 確定喔 確定我們就做囉 對 好 對 然後 然後就是 欸 要跟 跟勇志 勇志老闆開會的時候 然後講 因為這個 我們的那個 錄音的東西 想法 企劃什麼的 然後他也說 好啊 我們去那邊開會 我們去那邊開會 然後我們就去了 然後 然後後來就是 在途中又發現 欸 好像可以錄盤帶 所以我們製作人就說 欸 製作人說 既然都已經降了 那我們來錄盤帶吧 那怎麼還可以是錄數位呢 我們來錄 analogue 對 然後他 然後黃文軒老師就去 跟高雄的一位老師 住了一個盤帶 很恐怖的一個狀態 對 好 那所以的 同步錄音的這件事情 就是先發想完了以後 我叫全力大家全部都支持嘛 對對對 我待會兒呢可以啊 繼續的好好聊聊這個好聽 馬上聽到這首作品 來自於高雯仁的唯一 你得不堅定 配合我 顛沛流離 Alright 我是奈娃DJ布蘭恩 要進廣告囉 See you later 中央公園散步就道 4800坪壯闊基地 科技精英唯一指名 水南智慧城首發 達力創世紀 二至三房 04 2705 8888 啊 是麥當勞麥翠雞 我要吃雞腿 不用搶 大腿棒腿 整合都是腿 歡樂團員 就要麥翠雞腿分享盒啊 買人與麥當勞分享盒 指定有料 買一送一哦 想吃 快到麥當勞吧 滿罐大亨 奪寶神劍登場 見不去吧 大獎開到你會怕 過年 寶石節大放鬆 信任 公平 大獎開不停 必須下載 滿罐大亨 嗨 我是迷雾朱麗鏡 我的來日方長新專輯音樂會 二月二十一日下午兩點二十一分 就在台北華山劇場陪你一起度過美好日常 當植牙失敗 找不到醫師救援 早新華陀 牙齒拔掉了 想要植牙但沒經驗 早新華陀 專做植牙的牙醫診所 給您完善植牙安全性評估 數前衛教及客製化計畫 都由新華陀牙醫診所為您把關 預約諮詢專線 022778 4988 022778 4988 或上網搜尋 新華陀 阿哥 布丁買了沒 哇 阿蘇娜最愛的統一布丁 過年當然要全家一起吃 統一布丁 怎麼吃都開心 流行音樂 全金榜 第十名 孫盛熙 Hush 一分之二 第九名 曹陽 GMA 吳應傑 I think I love you 第八名 五月天 因為你 所以我 第七名 大子 白月光與朱砂志 第六名 Eric 周星哲 如果能幸福 第五名 阿妹 張惠妹 緩緩 第四名 蔡依林 Johnny J 我是誰 第三名 LESSE 劉柏欣 有嗎 炒麵 第二名 王嘉爾 林俊傑 過 第一名 告舞人 在這座城市遺失了你 每周五 上午11點 流行音樂全金榜 就在HIT FM 現在時間晚上九點 HIT FM 聯播網 北部 FM 107.7 台北之音廣播電台 中部 FM 91.5 中台灣廣播電台 南部 FM 90.1 高頻廣播電台 宜蘭 FM 97.1 中山廣播電台 花蓮台東 FM 107.7 東台灣廣播電台 HIT FM Turn on the radio Turn on the volume We're gonna listen to some great music HIT FM 疫情肆虐全球 防疫工作 誰都不是局外人 桃園是台灣的大門 更是防疫最前線 有你 有我 我們一起守護桃園 守護我們的家人 我是GJ 蔣卓家 在同一片天空下 守護彼此 HIT FM 聯播網 為醫護加油 為桃園加油 HIT FM Hey Miss DJ 來到了 Hey Miss DJ 節目的第二個小時 我就是 Miss DJ 奧桑 很開心地跟高舞人 再次見面了他們的新專輯 耶 大家好 我們是高舞人 我是錢欣 我是雲安 我是哲謙 新專輯叫做運氣來的 若有事物啊 這首歌曲呢 其實在專輯發行之前呢 就已經先曝光了 這首歌曲叫做新世界 是跟RNN的合作 對 來聊一下這次的合作吧 這首歌其實 我們很早 雲安就寫出來了 然後 我們那時候就覺得 欸 這首歌其實真的很酷 想說 欸 那我們是不是也可以來Feed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就是我們聽到 直覺想到 聽到那個 About RNN的那個 爆解的那個專輯 我們本身就是爆解的專輯 對 因為我們看第一張專輯 我們就很喜歡 馬發洋梅的專輯 非常好 就很喜歡 超好聽的 對 然後後來他就出那個 母親的舌頭 就覺得天啊 超酷的 然後就想說 欸 如果有機會的話 好像真的可以合作一下 就心裡就有默默的這個想法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是在某一次的那個 聚會上就有遇到 然後我們就去打招呼嘛 就說我們很喜歡你的音樂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就說 欸 那我們最近有一首歌 要不要一起來玩 他馬上就答應了 他說好啊 然後我就很認真看到 那我們會寄Demo給你 就是你知道 我們就那種Ice Content 很炙熱的 這樣說 我會寄Demo給你喔 然後他就好像有點嚇到 就喔 好 然後我們就馬上就是 阿辰 我們要就是寄Demo 我們要合作 這樣怎麼樣 弄好之後寄給 爆解 對 他的路過來的東西 我們一句都沒改 因為就是太厲害了 真的很厲害 就覺得就是 他說他看完我們的歌詞 跟我們的歌之後 我們留的那一段給他 他就知道要寫什麼了 對 然後就是寫 蘇智杰的歌原本寫 原來寫的是未來的部分 對 未來的部分 然後 阿任任他寫的就是 遠古的遠古的 對 對 我們兩個做了一個對立 對 對 就是我在寫新世界的那個看法 是指說 我們不要去給自己畫地自現 就是只有在這裡的概念 然後我們應該去看看 這個圈圈外的世界是什麼 然後呢 然後阿辰的 爆解的角度 就是回到就是 在遠古的時候啊 這些事情啊 都是不用去想的 大家都很自然 就現在什麼綁住了你呢 對 這種感覺 就反思 他就是那個反思的角色 對 那位詞我們還認真的 因為我本身也是台灣族 對 然後 然後可是 當然我們語系的那個 語法是不同的 所以我要特別去請教了爆解 就是該怎麼樣唱的一個 然後 那全清還甚至 全清把那個 Rap 全部學完 對 我就一直聽 我們是常來一段吧 這麼直接喔 那是抓一下 沒有啦 好難喔 真的很難 他那個歌名 他的那個英文 Gazawa Gazawa 其實是母語 是母語 新的世界 對 新的世界 他還特別幫你們去找到了 那樣子的 那個母語的講法 要怎麼講 Gazawa 對 我們有常那個 台灣人民委員會的那個 茶字系統 是 對 這很重要喔 對對對 我就問了他一下 就是說 因為 還有別的懲罰 像中排灣的語法 我是中排灣是中排灣的語法 跟那個 東排灣的語法不一樣 我們是我們用一個 大家都知道的語法 就是Gazawa Gazawa 對 好 那我們馬上來聽到這首歌曲 來自於高五人 再加上阿寶 Gaz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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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從這棵樹跳到另外一棵樹 然後小泰森是長的那種感覺 Weebee是一隻小精靈 他的確有攀一個東西 攀在人類的腋下裡面 你是說襪子攀在你的褲館裡面的這件事情嗎 類似像那樣的感覺嗎 因為是我們去日本拍夜生活的MV的時候 帶我去找夜生活那支MV的時候 然後 我們去拒絕屋吃飯 我沒有發現我的高齡毛衣 就是這裡有破了一個洞 OK OK 然後結果吃飯的時候我就夾菜 然後工作人員她叫Amy 對 她叫Amy 她叫Amy 然後她就說 原來你的腋下過個洞 然後我就覺得 我突然頓時覺得 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是安全的 就突然覺得冷對不對 對 而且是在我最沒有防備的時候 有派人伸出去要夾子 對 然後我們就一直騙他要把手舉起來 欸有誰要吃Buddy 要我 要吃的劇場 對要吃劇場 不知道 不劇場沒有喔 一直鬧他 然後我就整個 我就整個天啊完蛋 而且我居然發出了此生最害羞的那種 銀鈴般的 不要碰我 那種感覺 不是她就是已經害羞到 開始想像朋友你知道嗎 對 對她就說 沒有那是我 一下有一隻精靈 她叫WeeWee 然後她就說 WeeWee妳說什麼 然後我就這樣靠過去看著 她說她不喜歡你 對 對 Amy又問我說 那她說什麼 她不喜歡你 真的很好笑 然後 對 不是 就覺得 告訴大家 如果在一些很尷尬的時刻的時候 歡迎大家想像旁邊有個朋友 他會陪你一起站出來 好可憐喔 然後 對 是真的還蠻可憐的 對 然後就想說 欸 一下其實是 人很脆弱的一個地方 是啊 然後就是 我們就想到 欸 一下就是有味道 然後想說 欸 臭味香頭 然後我們就把這些事情 延伸出去寫成一首歌 因為剛好我們結束之後 我們搭上了日本的那個 下班的 電車 對 下班電車我也搭過 真的是 感受得出來對不對 非常的精彩 就是那個 那個味道不能說用 臭 應該是說 真的是 社會上的 每一個 每一個人的味道 都在哪裡 就是人的味道 然後你會 強烈的會覺得 哇 這種 每個味道 都有一個自己的圈圈 有有 就是 完全不叫五味雜 就是百味雜成 都 都很難去形容那個層次 然後那種就是 像我那時候也是擠在電車裡面嘛 然後我抓不到 就是任何的把桿啊 把手 但是突然我轉念一想 抓不到又怎麼樣 完全跌不到啊 對 沒錯 你就被擠在那裡 其實後備就是人啊 對不對 突然下車跌不到的 對 你甚至放鬆就 隨波逐流 隨波逐流 大概就是有那樣的感覺 對 所以這首歌曲 又是另外一首 就是你們可能吃完飯 或者是吃飯期間寫出來的歌曲 對 對 好馬上 他們說什麼 我們會不會在什麼 半夜的時候創作 不會 我們會在吃飽完的時候 想出來我們接下來要幹嘛 對 馬上聽到這首歌 來自於高舞人的WiiWii Iuu Iuu.. 我的愛就是我自己 根本不需要你從心 請你要多好你自己 不用过度管理 我本来就是我自己 请你要清楚这方式 全部都自已做到自己 让我将你诚心 不必 接完了无意之后呢 继续来听到的作品来自于高五人的新专辑 运气来的若有事物当中的人前人后 刚刚还跟三位聊的时候 知道说这张专辑呢 其实是要采同步录音的方式 而且是盘带录音 所以你们有找到了一个地方 就是以那个地方当成是录音室 是这样子的进行的方式吗 伊兰的一个民宿 所以那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 大概八月的时候 其实附近的人已经算是多的了 因为那个时候的旅游已经差不多都开始了 开始慢慢的回录 慢慢回来 那你找到伊兰的这间民宿 它有哪些条件是符合当成是一个录音室的 它其实蛮 应该说说高不高 说低也不低 然后它的一楼其实蛮大的 所以可以容纳整个变在里面 还有Vocal这样 甚至管乐 应该说其实空间它比较大 然后再来是 其实任何一个相对大的空间 它可能都可以拿来当录音室 但是要事前先到现场去找声音 对对对 因为有些 比如你摆在某一个位置 你可能会收到重复的声音 因为可能有多理反射 所以你会贴 就是刚刚到的时候录音室就在那边 就要一开始一直在那边找 对对对 然后一开始我们到那边的时候 我想说在干嘛 然后就 因为你其实站在它旁边 是不同的位置空间 所以你听不清楚 所以你要站在它旁边 你在干嘛 然后它就可以教我们说 原来是这样子找的 OK 那所以就变成一楼二楼三楼 其实找的也不一样 对 那我们在一楼找到的那个 用那个空间 然后它空间的摆位 反正桌子全部都搬出去 沙发搬掉 然后把该放进来的乐器跟音响 全部放进来 是 对 而且好像就是有些东西 器具搬进来了以后 你好像还是要再重新去测试 对 有些声音嘛 因为那个声音的一些反射 可能会有点改变啊 对对 还有电 电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电是一个很难处理的事情 对 因为它那边的安培素 没有办法去附和那个音响 那个机器设备的安培素 所以我们一开始 到那边的时候 电弓 先直接把安培的那个装 declared 搬掉 OK 所以其實有一些還蠻繁複的過程 其實是你事前沒有想到過的 那有覺得說我幹嘛當初自己找自己麻煩 中間有想要這樣子嗎? 有覺得說放棄算了還是什麼? 放棄到還好,因為都做一半了 我覺得說麻煩我們說有可能還不夠珍惜 陳君豪老師如果說麻煩的話我們就想一下 但是他們三個沒有說麻煩 對,他們很興奮耶 像韓麗康老師跟陳君豪老師、黃文鑫老師 他們三個就是一次就錄到聽 對 把他們人生兩個禮拜奉獻給我們 對 謝謝他們 我覺得他們其實也會很喜歡像這樣子的一個project 可以讓他們這樣放手一搏的感覺吧 沒錯 我們很信任他們 對,也很感謝他們願意把他們的才華付出在我們這張專題上 所以兩個星期都在那邊 有點像是就是團體大共訴的感覺 夏令妮那種感覺 創作品 而且重點是那兩個禮拜結束之後 大家都變胖 因為我們一直在為大家吃東西 每天都要炸 每天一炸 三天一炸雞 五天羊肉爐 等一下 變胖的時候聲音會有點改變嗎?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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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有變胖 你們沒有變胖 是他們變胖 他們變胖 對 好 所以你們就是在那樣的一個狀態之下就是開開心心的錄完了這張專題 超開心 大家都很放鬆 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聽到的這首歌曲 其實基本上編曲來講 聽起來算是 旋律來講是是開心的 是開心的 對 對 而且很輕快 對 原本的版本 是 慢 慢一點 中慢版 但這一個歌的速度有加快 然後是韓立康老師 他有做改編 然後改編了現在這樣子的速度 他其實有into 就是有慢也有快 對 對 合併起來 合併起來 所以其實 也許 因為你們聽起來好像對於另外一個慢的版本 好像也還是滿滿意的感覺 那個版本demo版有時候是 一種感覺 嗯 OK 對 但是他能不能在大舞台上有所展現 那就另外一回事 對 而且這首歌怎樣講一下就是 謙歌的鼓 對 他有史以來就是 路過最難的 路過最難 他真的發生什麼事情 應該說就是 他的歌曲編的時候其實很 韓妮康老師編的時候很複雜 然後韓妮康老師就說就是 這個檔案給你聽 錄音的時候不一定要跟他打一樣 然後我就被擊倒 對 我一定要打一樣 然後 然後我覺得很硬的是 比如說他東西都進駐之後 其實我有規劃一個時間 就比如說第一天到最後一天要錄什麼東西 什麼歌 然後就 人前人後其實是排在第三天還是第四天 OK 然後我想說 可以 那我就應該來得及 然後他們 其實第一天就是 你們是錄唯一嘛 對 因為我們最難的歌 也是吳玉京 對對對 然後吳玉京 因為第一首也不是要錄唯一 然後他們就先中 然後錄完之後隔天 隔天我想說是第二首 然後早上錄音室進來 今天錄人前人後 什麼 是嗎 是嗎 然後他說 剛剛那個 九尾老師說的 哈哈 然後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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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而且重點是前一天晚上說 我們明天要錄從的早上 就是變成另外一首 對對對 話到他一家 晚上先已經講好是別首 對 按照計畫的 然後隔天就還掉 然後我就直接 就直接上 然後其實有 有時候其實就是 呃 我可能想太多 有時候用直覺 去操作出來的東西 其實也很順暢 也很順暢 然後跟想法也很順暢 就是跟你一開始 歷史的時候 我一定要打的一樣 其實也 對 差不多對不對 因為 製作人的想法就是 你 因為一卷盤 大概是33分鐘的時間 所以他就說 你每一首歌 只要有鼓的 你要在這33分鐘內 解決掉 OK 對 然後我們就說 像有一首最快 是錄三遍 是 就是三個tag 然後就結束了 對 然後有些的話 可能是段落 可能覺得想要再更好 所以錄幾個版本出來 然後再讓它去跳 哦 對 感覺上其實 這樣子有盤帶的限制 有時間上的限制 就是好像三個人的潛力 就被 就被逼出來了 製作人就是一副 對 反正你們 OK吧 那種 對 對 我們整個被 激到耶 然後就 就把唱功 因為都是 只能一次錄到底 OK 所以就是 回到家 其實也沒什麼在休息 就是在想 跟練一下 然後 可能 Vocal 就是練 語氣 還有 語氣 練到最 反正沒有在唱 就是 講話會比較多 對 因為一直不斷在進 因為像第一章的時候 我就錄滿多遍 對 然後 第二章的話 現在就是 你只有三十分鐘左右的時間 對 好 那我們就再進程 就是可能 未來第三章 會有朋友 第三章 第二章就是 大家都練完團了 然後我們就 直接開錄是不是 沒有 而且是 所有歌一盡到底 這樣 然後就 喔 好了 我覺得 云安 你不要 有這個想像 因為我覺得 搞不好待會 你就會把自己逼成這樣 我是不是覺得 對 對 好可怕 不是 阿 問謙哥 我們在錄完那間盤打的時候 到現場也出 欸 沒問題了 OK 對 就那種感覺 好好好 這就是一種 跟宇宙許願的感覺 是不是 我 我覺得我們常常跟宇宙許願 然後這些願望 都會在 我們意想不到的時候 跟你說 我來了 我來了 對 好 對 好 順從你的心願 馬上聽到這首歌曲 來自於高五人 新專輯當中的這首 《人前人後》 我仍舊深愛屬於我的 每分每夜就像 迷離去時 發出 身上的高跟鞋 總覺得有些心碎 我心碎 我覺得心碎 我仍舊深愛屬於我的 每分每夜包括 蛋糕上面要有 一圈一圈的草莓 最期待冰淇淋 最期待冰淇淋一圈 幸福去吧 大獎開到你會怕 過年寶石節大放鬆 信任公平 大獎開不停 必須下載滿關大喝 快車來了 快車來了 好吃的脆脂特厚的肉乾 新年快樂大發財 快車肉乾送禮大方 大家吃了都歡喜 快車肉乾上網預購 宅沛沛大天 1012-2226-7777 快車肉乾祝您新年快樂 2021华人R&B最强势 梁根荣 Hold Back 已在各大数位平台发行 乖乖扭转乾坤带 让我财运滚滚来 哇 具无霸真有味 买零食还送提袋耶 你看 百事新年好运组合包 超多零食 除了送提袋还送毛铒呢 7-11开运零食 让好运分来 超大零食带来超级好运 还有圣香真坚果 香瓜子与大甲镇蓝宫 联名限量平安祈福包 买就送牛年限定版千母一枚哦 You're 7-11真好 只想听音乐 Hey Miss DJ Hey Miss DJ 来到和高五人了 他们的新专辑 运气来的若有事无的最后一个阶段了 我必须要讲 就是我上次去看你们演唱会啊 就是第一次你们在那个Legacy 那个演唱会的时候 然后我就开始突然惊觉就是 我觉得云安唱歌 就是有一点点那个周华健 或刘德华的气氛在里面 有一项跟你说过吗 我第一次听到 爱分小孩 所以这个有点那个咬字的那个亏靠 有一点点那样子的感觉在 那种感觉吗 对对对对 可能因为我的偶像张国荣 对我很爱张国荣 然后 你可以讲张学游 我们那个 我们的制作人 你很喜欢张学游吗 他根本不是喜欢张学游 他根本就已经是 爱到吃饭了 不是会长 不是会长 对不对 还没有到会长 还没到会长 一定是会员啦 对对对 张学游 张学游不得了耶 当时四大天王那个 那你是会去 黎明的演唱会 喊我爱张学游的那种 没错吧 那你觉得在高五人演唱会当中 台下有谁讲说 我爱XXX你不会生气的 还是都会生气 他跟我说 我爱五月天我不会生气 当然吃比较长 对对对 还我爱 我爱XXX这样子 应该我们应该 应该我们也很爱 对啊 那我们下次找他们来当嘉宾 你觉得好不好 你觉得好不好 哎呦不错 预言好了对不对 不是因为这蛮有趣 这还蛮有趣 我刚才想对 我们不是那种就是 会说你怎么可以这样 不是 我们会是那种 诶 我怎么没想到 对 我觉得你们应该会把球接得还蛮好的 对 就是陪他们脸消微啊 因为大家都觉得很好 应该也觉得蛮好玩的 对对对 像我们最近一直在听 颜亚伦的歌 对对 就是也是跟我们完全不同类型的 不同类型的音乐风格 可是就很酷 因为我们 我们喜欢的歌其实真的蛮多元的 对 各种啊 Rap JC 主角 修 对啊 那我们哪一天我们来年住这边 然后就很 我们是来跟你们介绍我们最新的 Rap 传 Jacques 然后那 Crisp Rap 原來妳一直這樣跟宇宙許願 我還害怕 她就想想好像會喔 哪一天全新都變Ariana Grande 哇 Glande勒 看人家頭髮馬尾都流起來了 現在雅力安好我雅力安座 欸 妳現在是不是鋪很久 妳現在鋪很久了對不對 我真的是適合雅力安座 那這樣子啊雅力安座你就是 雅力安座 雅力安座 因為其實現在我們已經到了 鼠年的結尾了嘛 是 快要結束了喔 是 即將要新的一年的展望 就是按照觀念通常都是要問大家的展望如何 新年願望 雅力安座要先開始 請開始啦 就是很期待 跟大家見面 就是在四月的巡演 耶 然後 有演唱會了太好了 然後 演唱會有很多新的編曲 一定會超酷的 對 所以新專輯的作品或是以前 都會 都會有一些新的編曲的呈現 對 對 再把自己搞得更瘦就對了 對 再把自己搞得更累 真的 六塊雞 有沒有六塊雞 我要六塊雞 背雞這樣子 其實我們在新的演唱會裡面 我們會表演用背肌夾到一隻鉛筆 什麼意思 你一定要跟你就行 不是你知道就是音樂 他的音樂望都很宏大耶 不是 有一次去什麼 還是很狹小 就是有夠狹小 其實很狹小 想到可以把這鉛筆給擠掉 真的 我們去唱那個校唱的時候 然後 因為我是吉他手 加鼓唱 然後可是我 然後他們就拿那個螢光棒給我丟 對 然後我忘記就是 因為我們家的一定都有在練背 就一丟到那個很遠的那個人的那個頭 然後這樣 然後 我還去跟他 他在家跟他說對不起 真的 一定要跟人家講對不起的喔 好那所以 圓安的 那個 新丑年的 新希望就是 新丑年的 希望用背肌夾到一隻鉛筆 要讓我 我們會直播喔 我要的話我會直播 直播肌肉猛男生又開始講 用背肌夾到一隻鉛筆 好啦好啦 所以認真認真信念你的新講話 認真的喔 我希望 我希望告五人 跟我們歌迷之間 可以有更多有趣的連結 是因為 我們自己的演唱會也即將開始 是 對然後 我們會希望在現場的時候 可以有更多的回憶 在那個當下被記得 跟被記住 因為我們會好好記住 對 果然就是NOP的專家的 的感覺 那接下來呢 謙哥 希望大家 就是平安健康 啊 我不是知道 你是不是也想說 給謙哥講話 給謙哥講 沒有這個 這個路線其實是怎樣的 就是換我講話的時候 我的腦袋就會好像 會被重新整理 就洗掉 洗掉之後我就好像 沒什麼東西 可是真的就是 尊心做大家 平安健康 而且只有謙哥講平安健康 是最 就是感覺會最真正 阿啥聽看我們講平安健康 祝你健康 祝你健康啊 就是健康 可是謙哥講錯 你要感受到那個就是 在嘲諷的感覺 可是謙哥跟你說 祝你平安健康 你就突然覺得 我好健康喔 我真的很健康 我健康了 我剛剛抽了一煙好像都不是煙 對 那種感覺 好 那非常感謝三位的祝福 就在這首歌曲 就是 原遊戲的這個歌聲當中 聽到了三位的新年新希望 是 裡面可以聽到我奮力的吶喊 阿哈 所以我才跟你講 所以我一開始才跟你講說 我就聽到的周華健 或是劉大媽的感覺 就是這樣子的啊 就是這樣哭來的啊 他又跟你做人啦 喔 製作人是為什麼要叫你阿哈 因為你居然陳君豪啊 是 他跟我說你就喊我的名字 我說阿哈 他說對 最好我名字 我要說資料這樣嗎 真的啊 絕對是對的 我說喔 好 原來是這樣子喔 怎麼辦 又從一個很感人的氣氛 又變成一個大爆笑的 我們就是無限的在破壞歌迷 對這些歌的想像 好啦 那今天非常謝謝 告五人來我們節目當中 跟我們聊你們的最新的專輯 然後也希望下次再見面的時候 我相信你們剛剛許得月應該 在下將會也都會實現了 謝謝阿瑟 那我們下次就來聽三位變成饒舌歌手 好 好 下次見了掰掰 謝謝大家我們是 告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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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了 請你 請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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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助我 請封 請封 我 請封 請封 而你 原来就像我 你爱你 嘿 我是野猫DJ Dennis 待会 最Wow的音乐 马上